大家好 我是愤怒的调音师 今天继续跟大家说一下 音响老常犯的十大错误 第一名 过分纵容甲方爸爸 终于要讲到第一名了 看标题就知道 我又要怼甲方爸爸了 这已经是我第N个怼甲方的视频 人送外号甲方克星 不知道为什么做演出这一行 老是一些外行人 瞎指挥内行在做演出 是因为甲方爸爸缺乏自知之明 还是因为音响老的过分纵容呢 我觉得两者都有 特别是后者比较严重 不仅仅是重用了 简直是溺爱甲方 把甲方培养成熟孩子 所以他在演出现场就为所欲为 例如没事干就叫音响师打黑光 叫人把现在音响装在舞台后面 说这样子好看 或者叫人把舞台反送音响全部搬走 觉得反送音响长得难看 反正无恶不做 但音响技术可以说是一门 非常高深的技术来的 就算音响摆哪里 这也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来的 不然随便摆的 甲方爸爸这样子瞎指挥 导致的后果是 音响系统搭建不合理 演员在舞台上面演得不水 最后把演出给搞砸了 这时候甲方爸爸又把死帽子 扣在你的头上 那你这样子又是何必呢 我们作为专业技术人员 实在不应该被外行牵着鼻子走 就算他是出自方也不行 其实就好像医生跟病人一样 病人是出钱的 难道医生就要听他的话吗 病人叫你剪盲肠的时候 顺便给大肠通一下便你通吗 病人叫你缝针的时候 缝成实际秀你缝吗 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我们作为专业的音响佬 是不能听甲方乱指挥的 最后破该的 一定是你自己 但可能有些人会说 不听甲方爸爸 他就不高兴了 不高兴以后就没有胆子了 所以这时候你就要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就是忽悠 用力忽悠 我说过很多遍 忽悠技能是影响了必须点满的技能 遇到甲方爸爸要你干嘛干嘛的 你就使劲的忽悠 反正啥都不要听到的 用力把他忽悠走就OJPK了 相信我 这样子你的演出会顺利很多 当然要让你的忽悠具有可信度 你的技术首先就得过硬 这样子才能让甲方爸爸认可你是专业的 相信你的忽悠 所以俗话说得好 打铁还需自身硬 提升自己的技术 是每个音响了的终身事业来的 不过你很好彩 刚好我这里有一套绝密的调音秘籍 这是大名鼎鼎的音响终极课程 脑腊必生的功力都浓缩在里面了 只要你学了这套调音师数乘课 立刻就会 飘飘飘飘的飞上天了 想学习的同学 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 愤怒的调音师 然后回复视频 点击连接订阅购买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祭祺 加油 好了 好了 竞节课就上到这里 想学习更多的干货 可以订阅我的音响终极和高级课程哦 里面都是我的独门调音套路 赶紧订阅吧 是这样咧 既然牵牵 的独门调音响绌 可知 是这样吗 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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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